大家好 我是陳俠君 今日有報導指瓦遜屋計劃開設日式藥妝店 有意與莎莎和卓越競爭 消息刺激母公司CEC股價午後大賬四成 但CEC主席林偉俊今日接受本網訪問時澄清 新店是賣日式潮流商品並非賣藥和化妝品 亦不是要挑戰莎莎和卓越 如果這間店可以省那麼多錢 當然好 試一下 跟他們是完全沒有關係的 跟莎莎 別人那些是化妝品 有專櫃的 有人介紹的產品 那些不是的 掛在賣 放在賣 其實真是一個試一下做的事 做一些不是化妝品 亦沒有藥 不是做那些 是做一些日本藥房 因為我公建商是做批給日本藥房 那它有很多不同的 一些個人護理 或者食物那些 是打算給小學生 中學生 二十多歲的 等於有些店舖都有的 精品一些的 唇膏 很多得合得意的連指甲 做很多 你知道日本很多這類東西 對於亞遜屋銷售日式化妝品和潛滿商品 市民又有沒有興趣幫襯呢 有空就去看看 可能亞遜屋在這附近 都沒有什麼零食 買 入面 我們都沒有買到什麼 可能銅鑼灣開了一間會大一點上去看看 應該都會 大概都是那些玩具 可以試一下的 日本出產 平時有沒有幫襯開亞遜屋 買去的食物 如果真的出產化妝品 你會希望買到什麼化妝品 或者日本潮玩 純彩 林偉鑽又補充 現時公司的目標是發展微型超市 目標是成為 好像街寶和家興的亞遜版微型超市 希望明年有十間分店 今集的時間又差不多 下集再見 啟動 買到懶貝 不需要的 事業 買到